反虐待动物保护法出台对百姓有利吗 先说结论 反虐待动物保护法一旦出台 对所有守法公民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我用实际案例向大家说明 在动宝法完善的德国 所有的宠物都有芯片 主人不允许随意丢弃宠物 必须定期为宠物打针驱虫体检 出门必须牵绳 猎性犬必须上绝 出门要戴嘴套 如果出现咬人几次就会被安乐死 看到没 动宝法更多约束了养宠人的不良行为 宠物得到保护依然是在人的安全 不受侵害的前提下 我相信大部分讨厌宠物的人 都是讨厌不文明养宠的行为 动宝法出台就是为了杜绝这种行为 保护所有人 我们养宠物的人都能欣然接受 那不接受的人是哪一类人 一定会有杠精说猪牛羊怎么不保护 真是无知者无畏 反虐待动物保护法 保护的不光是猫狗 猪牛羊等动物也一样保护 之所以拿猫狗被虐待来举例 是因为猫狗作为宠物 更常见 更容易买到 而猪牛羊都是规模化养殖 很少会出现在普通家庭 你让虐待者去偷 他们拉不动 花钱买 他们买不起 虽然大多数猪牛羊的使命 是作为人类的食物 可依然不能虐待他们 所以反虐待动物保护法 真正打击的只有一种人 就是心理变态的虐待者 这种人最怕对他不利的法案出台 如果你不是 那我想不到反对的理由 有杠精堂而皇之地说 吃猫肉狗肉是几千年的传统 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 这种无知 我都不知道该笑话还是同情 首先我们说的反虐待动物 虐待两个字才是重点 其次就说吃猫肉狗肉的问题 确实有些地区有这个传统 但传统都是正确的吗 古代三妻四妾也是传统 女子无才辨识德也是传统 但这些都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 就应该被摒弃 深圳市作为我国现代化城市的代表 也在去年制定了 禁食猫狗的条例法案 你以为这只是保护猫狗 考虑过没有正规检疫 或者打过疫苗的宠物猫狗 被偷后端上餐桌 人食用后有多大风险 想想新冠肺炎当初是怎么传播开来的 所以真正保护对象是人 是大众的健康 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所谓的爱狗人士 爱猫人士 只是更有爱心 更重感情 这些优点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键盘侠抨击 妄想劣币驱出良币 可事实是国家的法律越来越健全 心术不正之途只能在黑暗中叫嚣 选择站在光明的对立面 就注定被光明所抛弃 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类人存在 因为我们社会的进步和文明 需要这类人来垫底 最后思考一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城市或者国家越文明越发达 这里的人们对动物的容忍度也就越高 我是PT星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